作为今年发布Desire系列一款非常重要的机型 小便宜拿到了盒装的Desire820T4G移动公开版 是否值得大家如此期待呢 以测便知 820T的外观采用了全新的五缝双色一体成型设计 创造出一体成型无缝隙的独特双色机身 机身正面屏幕上下分布着带有崩丧的技术的双扬声器 左上角是一个80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 屏幕的最下方三个功能键 返回键、主页键和多任务键一次排列 主页键比较灵活 单机是返回主页 长按向上滑动是换出智能语音助手小嗨 单机多任务键则可以打开后台程序列表 3.5毫米音频接口和Macro USB连接口 分别位于机身的顶部和底部 而电源键和音量键被移到了机身右侧 机身左侧则设计了三个卡槽 两个SIM卡槽和一个SD存储卡扩展槽 最大支持128G扩展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820T是移动4G双卡单通通讯标准 但只有第一个SIM卡槽支持4G网络 整体插槽有一根塑料条覆盖 可拉伸可弯曲 但还是建议轻拉轻盖 背面依旧是一体式的圆润设计 平滑的塑料材质让手感更润滑 13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和LED补光灯 位于背面左上角 中间则是醒目的HTC品牌logo 机身的长宽厚分别为157.7毫米 78.74毫米和7.74毫米 155克的总重量握在手里 既鲜薄又有手感 正面的主角无疑就是那块5.5寸的超大屏幕 虽然820T是定位于中高端智能机市场 但配备HD720的高清大屏足以体现HTC的诚意 让820T的性价比瞬间提升一大截 宽广的可视角度细腻绚丽的画质 真实的色彩还原绝对可以满足您日常使用 一般来说平时使用手机时 更多是单手握持就820T而言 虽然屏幕很大 但人性化的按键设计 使得大拇指在上下左右滑动时 并无吃力的硬拉手指感觉 机身脚上的圆弧设计 整体机身厚度仅仅只有7.74毫米 让握持时更舒适更自然 820T的硬件配置也毫不含糊 5.5英寸1280x720HD720高平质显示屏 64位8核处理器 4核1.57赫兹 加4核1.0G赫兹 2GB RAM加16GB ROM的存储空间 搭载最新的安卓4.4.4 HTC Sense 6.0系统 2600毫安不可拆卸锂电池 这样的配置运行当下所有应用毫无压力 配置高低最直观的反应就是操作的流畅感 5.0G赫兹 从浏览网页的响应速度 运行游戏时的读取速度 和观看视频时的流畅度来说 820T并无明显的停顿和延迟 游戏加载时间也很短 响应速度令人满意 接着我们来测试看看 820T的多任务处理是否给力 我们随意打开一个应用 不要关闭 返回主菜单再打开一个应用 也不关闭 重复此操作直至同时打开4个应用 接着我们在已经打开4个应用的同时 我们试着玩游戏看看会是怎么个效果 画面流畅 在各应用之间的来回切换也较流畅 性能这一块我们足以翘起大拇指 820T虽然没有搭载Ultra Pixel超像素技术 但配备备了1300万像素BSI被照式摄像头 比之其他design系列机型已然是一个不小的飞跃 从实际拍摄的样张来看 能够很好地呈现出当下的真实场景 对于一些大家都关心的日常功能 通过几天的使用 小编也有了心得 比如接屏功能 需要同时按下电源和音量下键 截取成功后会自动保存镜像测 又比如系统自带的输入法 当我们单手握其编写短信时 由于各字母块相对来说不算小 且拼音、英文和数字模式 可在一个界面里来回切换 过而HTC自带的输入法 还是比较准确和舒服的 此外就820T所支持的多媒体格式 小编也整理了一下 供大家参考 通过以上的介绍 相信大家对于820T的外在和内在 都有了基本的了解 如果您是追求时尚的潮人 拥有如此炫酷外形和高性价比的820T 绝对值得您拥有